终于看,这头母鹿正在命食,但他不知道自己已被狼群盯上,但狼群并没有直接下手,而是有了更好的捕鹿计划,可母鹿似乎也察觉到危机,他转头一看,远处有一头狼忽视眈眈的盯着他,于是母鹿慢慢加速逃离这危险之地,接着狼王发出指令,群狼倾巢而出,展开围剿,但母鹿也是第一次看到狼群,本能告诉他应该回朝才安全,不知跑了多远,也不知追了多久,终于如狼群计划那样,仓皇的母鹿把他们引向了鹿群,狼群也 成功拿下了一头掉队的病鹿,这头母鹿成功逃脱追捕,代价是牺牲了一个同伴,这是应付狼群攻击的有效手段,虽然不体面,但可以有效防止疾病蔓延,事后群狼一起享受着这顿美食,但狼群有一个规则,必须等父母吃完子女才可以开始吃,但饿了三天的长子经不住诱惑,想上前来一口,却被狼王一顿训斥,但长子依旧不死心,因为他实在太饿了,眼睁睁盯着美味,跟在狼王的后面,他走到旁边刚想下口,但这次狼王终于 忍不住了,等长子消停后,他们等父母吃完后,子女才轮流着吃,但狼群不露,棕熊在后,一只棕熊缓缓走来,狼王感受到了威胁,露出锋利的牙齿,凶狠的眼神,并发出低吼警告,棕熊显然不屑一顾,朝着食物慢慢走来,因为他早已鸡肠鹿鹿鹿,群狼都已远远躲开,狼王本可退让,但是他要保住一个狼王的尊严,对着棕熊就是一顿吼叫,但棕熊并没有反应,但棕熊并没有反应, 也没有退窃,而是在另一头吃了起来,狼王很是不爽,上前警告,但棕熊也不甘示弱,将狼王逼退,紧接着,狼王想叼着鹿肉桃里,无奈力气不及棕熊,最终,棕熊成功抢到鹿肉,直接躺在鹿肉上宣誓主权,狼王气得在旁边转圈,想赶走棕熊,向后代证明自己,此时,母狼已经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,仓皇后退了两步,狼王还是不放弃,他再一次发起攻势,棕熊终于失去耐心,直接一掌将狼王拍倒,狼王 江山溢珠,狼王的长子继位,看到躺在一旁的父亲,他没有丝毫情感,狼群都臣服于新狼王,他们没有任何迟疑,飞奔而去,只有母狼坚定地留下来,他仍依偎在狼王身边,为他舔尸伤口,因为狼的爱情是最忠贞不渝的,他一旦选择伴侣,便会不离不弃,严冬来袭,狼王已逝,母狼仍守护着狼王的尸体,新的狼群已无母狼的容身之地,无奈之下,母狼选择远离故土回遥远的娘家,因为他 他一身怀六甲,他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子,并将狼宝宝抚养长大,母狼还有三周就要产子,他从意大利一路向北,渠道山巅,翻越险峰,每天行近六十多公里,共跋涉一千多公里,一路穿越了奥地利,瑞士,终于在产前抵达了法国伯朗峰,狼通常在家族的巢穴中生产,那里世代相传,安全而隐蔽,但是母狼没有选择,他只能找到一个临近水源的树洞,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他生下了八只小狼仔,不幸的是,其中两只 生下来变夭者,为了不吸引别的烈食者,母狼只能将他们吃掉